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所有智慧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约乎 那么从远方今天就来了一位朋友 有请 吉利 22岁 来自宁波 乌克兰语翻译 来到中国 我很喜欢汉字的来源 和作音字 我是能演善变的多国语言能手 因为我一个大游戏 那你们的大游戏 那你们的大游戏 我才是你们的大游戏 你好 你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的名字非常的吉利 给大家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我叫吉利 来自乌克兰 现在是宁波诺连海大学的研究生 他就叫吉利 好 来 给他鼓掌的人 都会很吉利的 你教我乌克兰的你好怎么说 你好 可以说 你叫做优优独播 你叫做优优独播 优独播 人家会 你也介绍 能分解一下吗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对 因为那个我们国家语言 有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声音 这个优独播 我爸爸也会这样 但是我不会 我只会 那也不错 对吧 你用你会说的世界各国的语言 好嘞 给吉利叔叔问个好 好吧 先是你好 然后是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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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班牙 好 做一个夏威夷 夏威夷式的 你好 阿罗哈 阿罗哈 对对对 他们那个穿着裙子 或者穿那个 对对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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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做一个什么样的 我 什么样 可惜 哈喽 来加上一个阿罗哈 ilgili 我给你来做一个 好学舞啊 你做这个吧 来 回去吧 阿罗哈 接下来的话 马上要开始进入 你的这个打题环节 我很紧张 没关系 这个规则就说一遍 节目规则 天团七人手类 成人闯关 第一关基础关 第二关分背关 基础关 成人挑战者 随机抽取 三位天团队员答题 每胜一人 获得一千元脑力基金 三轮过后 挑战者带上相应的基金 进入翻倍关 翻倍关 队长手类 150秒内同时答题 挑战者每胜出一题 基金翻倍 落后一题 则基金减半 来 我们先看看 我们的第一轮当中 选择的对手会是谁 来 请选择 在这边 加油 来 一 二 三 二年级姚一祥 八岁来自北京 快自然生物 从小历史故事传说 火星憨斗 出奇之胜 二年级姚一祥 刚才他最早就要跟你讲话 他就是那个问问题的 所以七位就给你了 我最拿手的是历 我最拿手的是神话故事 但不过更拿手的是英语 英语啊 你敢跟他说 最拿手的是英语吗 他乌克兰人好不好大哥 没有 好啊 那如果敢说要英语的话 那就可能有点意思了 好吧 那既然姚一祥 信心这么强 你呢 你的信心强吗 跟他比 强啊 对啊 我根本没有什么 犯不过去的难关 我发现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啊 还好吧 哪里哪里 对吧 多话说得好 是不是啊 知道吗 为什么你说普通话还挺好的 我不是那个汉语桥的冠军吗 对啊 掌声给他好不好 一笔 汉语桥 补冠军 别人干麦下风了 哎呦 那别人比还是不比啊 别 你说干麦下风了你还能比啊 竹笛和师傅比 看看能不能出师傅 看看能不能清除欲赖胜欲赖 好不好 来 我看看草子什么 别说的 自然 自然 哦 他刚才说的话 好自然啊 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他也掌握很多知识 是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题目是您的 来 主题 兔贼和鱿鱼指的是 同一种动物吗 不是啊 不是 并不是 不是 好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不是 同一种 不是啊 为达正确 对啊 哎 那你能不能讲讲 鱿鱼和鱿鱼的区别是什么 那肯定是 第一是吃起来不一样的 味道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的 我是在 点鱿鱼上的是鱿鱼 我现在不是在宁波上大学吗 不是宁波是靠海吗 靠大海 在海鲜很多呢 对 那我咋能不知道呢 好 第一是说说 最主要的肯定是 因为鱿鱿鱼会喷沫汁 那个喷沫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乌贼啊 那鱿鱼不会喷沫 鱿鱼不会的 不会啊 鱿鱼是不游泳的 好 来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道题 来 蝙蝠鱼依靠什么来辨别方向和秘密 我知道 那是超声波 超声波是从他嘴里 那么出 超声波 因为这是他从喉咙 喉咙里出出来的超声波 然后超声波反弹回去 收在他的耳朵 我现在还信不到 出一个道理 蝙蝠能听到超声波 好 来 我继续来看下一道题 怪鲳病是因为 可以缺哪一种维生素造成的 哇 那我 那一般情况下是 我觉得身体里面的所有的 问题是因为微口缺少维生素吸引 我觉得 来 回答出去 人的身高有哪一种技术决定的 身长一锁 身长一锁 来回答 回答出去 所以平常呢 就一定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自己长得更高呢 什么办法 吃豆芽 吃豆芽 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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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道题 下列 哪个对于我国来说是外来入侵的物种 不是中国的 A 水葫芦 B 中华巡 C 雪兔 这个我知道 只能排出吧 就雪兔肯定不是 应该是A吧 因为那个中华巡对吧 回答正确 我就知道是水湖了 因为我看过一个外来物种物群 有一个人觉得水湖了很漂亮 纵乱之一 那墓水湖的生长速度很快 然后很快就把整个池当占领了 所以说平常你看我们小朋友 从国外回到中国来的话 就最好不要带国外的那些个植物或者动物 如果要带国外的那些个植物或者动物 如果要带到生长能比非常强 放在那个行李嘛 就带过来 对 那样其实特别不好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放成放的乌龟 对不对 它到了我们中国的江湖湖泊里面 巴西龟生命力特别强 它去的地方 基本上中国的很多淡水的植物 动物都活不了 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是到别的国家去的话 别的国家也会去做这种物种的检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条题目 植物体的三种营养器官是什么 净根和叶子 净根和叶子 确定吗 确定 好 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没错 棒 还有表扬姚艺强啊 因为姚艺强刚才 不是你告诉我的是我本来就知道的 因为我发现叶子能进行光合作用 跟能吸取水下的养分 然后净是传出养分 所以这一次就有了三种营养器官 因为你说的是那个叶子 其实它简直是叶 所以说出来比较标准的 我本来以为我的顺序是对的 可惜我的顺序是错的 好 来看看下一条题 来 请观看视频回答 我喜欢视频 但不过我喜欢视频 我讨厌一批题 明白 盔甲蟋蟀 一种巨大的昆虫 对肉食极度贪婪 当奎莉亚雀成鸟出巢觅食时 它们的幼鸟毫无防备能力 盔甲蟋蟀就发起袭击 成鸟回来了 但蟋蟀予以反击 那么请问盔甲蟋蟀被成鸟中击之后 喷出的是毒液还是血液 就是刚才那个鸟啊 是用嘴啄它的时候 它刚才喷出来那个东西 是毒液呢 还是它身体里边出的血液呢 应该是 我来说是毒液 血 我猜是毒液 注意答案 回答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是蛇是有毒液的 就是那个毒液 蛇 然后还有其他 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小的不一定 小小的蟋蟀 就是 我猜你是让反逻辑思维推出出来的 因为如果要是按正的逻辑思维 肯定是毒液 但不过偏出这种梯 所以您就用反逻辑思维推得出来是血液 先生 先生如果说是合着逻辑思维的话 应该是血液 因为鸟撞记以后 它身体就出血了嘛 对吧 就这样 就这样如果说是 就是我和大力是打的我一拳 把我把我这个打伤了 我不也会流血吗 难道我还流血 不信这么多大人听到你们两个小朋友 在讲逻辑思维上 哈哈哈 好不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道题 屎克狼学名枪狼 有自然界青道夫之称 他常将粪便制成球状 滚到安全的地方 储存起来实用 不过除了实用以外 这些粪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 请问是什么呢 我知道 是用来喂养宝宝 屎克狼的宝宝 真的是吃 就是长大的吗 对呀 并且他还把卵铲在分蛋里 然后纸克囊的宝宝 就把这个鲤鲤分蛋 造之后变成一个 就变成一个食物房子 好 我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哇 真的是这样 来看下一题 蛇常常吐舌头 请问蛇为什么总是吐舌头呢 蛇太热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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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蛇它就要找方向的时候 可能就是它舌头里面 有那种不是方向感 而是它吻不出来什么东西 所以可以就是看到哪里有什么 就正确答案 探测气味 好 来 再下一题 将蚯蚓放在一半是蓝光 一半是红光的盒子里 请问蚯蚓最终待在那一边 它喜欢蚯蚓喜欢蓝色 还是喜欢红色 10秒钟 蓝色吗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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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谁让你给我解释一下 谁能告诉我正确答案 我那个看一本书上好像是写的 他说蚯蚓是红绿色盲 蚯蚓对红色是色盲 红绿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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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会喜欢躲在红的一边 我们在现场的朋友 大家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是按照刚才这位小朋友说的 它是红绿色盲 因为蚯蚓它是不喜欢的 如果它是看不到红色 然后它又能看到蓝色的话 那它当然会去红色那一边 谢谢 好 来 我们早餐给他 谢谢 有点之类 哪一种基础的分泌缺陷 会导致糖尿病的产生 这么简单 我当然知道 如果要是你答不出来的话 最后我可以告诉你 但不过不算 就是最后一毛你还答不出来 我就告诉你 那我现在看到场上的比分就是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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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取得了本人的胸利 我当我大头 可以叫我姚亦祥 姚亦祥 对 但不过对我的敌称可以叫大头 对 那亦祥是不是会觉得 战胜的输入很得意 不是啦 因为一个外国人能懂这么多 也就很好了 虽然在输入 但虽然在根根看来 我们都是外国人 好吧 我们继续来选择 好 来 一二三 倩倩啊 你们都觉得输入很好对付吗 四号 四年级 刘冠毅 九岁 来自北京 热衷历史 熟读名著 神器书生 不容小事 宋晓云之说 来 冠毅 嗨 好了 两位很客气地打了招呼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考试了 我们来看看考你们的是什么 中国历史 请出题 图中的人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请问 他的祖国是哪个国家 A 英国 B 美国 C 加拿大 这个人首先要知道他是谁 啊 知道啊 他是那个 一家 加拿大 是 他是 Bertan 那个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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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旭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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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最好的 好 来 诺尔曼特 你欢迎你的 图中的建筑在古代的军事当中 发现了敌情时 白天放烟 夜晚点火 请问这种建筑叫什么 烽火台义 中国古代就是点烽火 然后博得美人一笑的那个人 这是周幽王 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出自于小说《红楼梦》里边吗 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是 还是不是 请帮我解释 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我不相信 他们说的是 应该不是 不是 回答正确 哎呀 再不相信了 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这个是出于月局 好 来 再来 牛魔王和底山公主的儿子 红海儿是居住在 浩山枯松剑火云洞的妖怪 他自称叫什么呢 圣鹰带王 圣鹰带王 我们来看对答案 对答案 听好音频来回答问题 好了 问题来了 歌词当中提到的人生 如果是重来一次 他最想回到哪个潮代 重来一次 应该是 最次就是重来最好的一个潮代 不得提醒哦 大家 不得提醒哦 大家 你们知道的话都要哼声咯 让我们来回答 唐朝吧 唐朝 唐朝我们来刚才 唐朝 回答中去 同样 听听听回答问题 方南无言 分山国 分过连天不休 和你清场每段時左右 谁来煮酒 而与我茶室山波 说不清对月 问题是 主角论英雄说的是哪两个历史 简单 曹操曹梦德和刘备刘玄德 好 那图片当中是哪位民族英雄 A是七级光 B是林泽徐 C是岳飞 哪位民族英雄啊 这是我的对吧 对 好吧 我不相信他们了 哪个 B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他的答案 B吧 B 林泽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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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 来 我们对 对 我真不知道 因为这 对 因为其实 这个对我们中国历史文化来说的 每一个朝代 它的服饰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 请我们现场的小学霸们 来跟吉利叔叔来说一下好不好 但是说慢点了 我还不懂 他们同学都是哪个朝代的好吗 岳飞是哪个朝代 宋朝的 宋朝 宋朝的 宋朝的他是 他是抗金名将 后来 后来被 后来被秦桧的一句 他被取过需要而被人暗示 那 林泽徐呢 林泽徐是清朝的 清朝对不对 那 我们硝烟 那么奇迹光应该是哪个朝代的人 奇迹光应该是不朝的 这些问题报我难度了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场上的比分是 一万一啊 必要加油 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的话 就连一分的学分都没有拿到 来来来 我再次 有 还有一只机会对吧 但虽然真的 我们就觉得 让我们的外国朋友 乌克兰的朋友 那么美的地方来的朋友 空手而回 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那没有关系 只要是有一种经验 有知识 对吧 你看 你刚才我 你看我学到了那么多了 对吧 一定要加油 有吗 可以的 好 来 谢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对角 吴磊 16岁 来自上海 诗词歌赋 博学艺术 超能少帅 谁与争锋 知道这是谁吗 知道是谁 潘莹庄是认识你 我们今天最强大的 最长 吴磊 首先哥哥 我特别的佩服你 你把中文学这么好 你的普通发 比我的普通发还要标准 好 来 我开始要比赛了 来 看看 出给你们的学科是什么 艺术 第一题是 我一会跟你讲 下图来自哪部电影 那这大家都知道吧 这是最喜欢的 是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 来 来 回答正确 图中是木偶续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 这里的木偶属于 A 提线木偶 B 不带木偶 及帐头木 属于哪个呢 这应该是 C 帐头木偶 帐头木偶 因为提线木偶是 拿着这些线 然后不带木偶是 像手套一套 吴磊的判断 对不对呢 回答正确 帐头木偶 中国的木偶戏 对 中国戏剧当中的人物的角色 可以分为 生蛋静莫丑 哪一个是女性角色的统称 女性角色是 蛋 不能说我就知道了 回答正确 我早就知道了 好 来 下一题 戏曲人物当中 画白色脸谱的 一般是好人的 还是坏人的 白色脸谱 一般都是坏人 因为我没记错 曹操啊 赵糕啊 什么都是白脸 回答正确 请观看视频回答问题 谢谢 好 视频当中绵羊跳的踢踏舞 起源于哪个国家 应该是阿尔兰吧 阿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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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 美国 哦 0比3 你是没有机会 踢不到我们第一步的挑战 居然于是美国的 居然于是美国的 埃尔兰是他们跳的 对 我学过一点点 一点点对不对 但是埃尔兰人的 跳踢踏舞也很厉害 你会吗 我过来一点点 真的吗 我更会的是我们乌克兰民组的 但是这个踢踏舞应该是 来 我 我们给点音乐来试一下好不好 来 还有谁会跳踢踏舞 是什么 踢踏舞吗 对 来 我也不是不是 对对对对 来 我们一起跳吧 好 一起好吧 来 来 一起啊 来 一起跳吧 来 你们会吗 会吗 来 我们先上一起啊 我们用这个掌声 来给打一个节奏好不好 来 三 三 二 一 起 对 我们就可以往这走点 好累 从地儿 好累 对吧 一个累 躺了一个 好了 谢谢 我们前场的朋友 还有我们所有的队员们 一起来感谢一下 来自乌克兰的地 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快乐 谢谢 谢谢啊 非常非常地棒 了解很多中国的文化 也交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是 所以呢 我们也要欢迎他再次来到 我们好好学吧 我们一起来共享 谢谢 获得知识的快乐 再次掌声送给他 谢谢 谢谢 感谢我的声音 我的聂词安 京都聂词安 核桃主林的六个核桃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清华大学生 在线教育平台 一直在线节目的支持 电视机内底 同样还可以通过 芒果摇电视参与 合作打底报名 现场挑战 少年世卫天赛 赢取脑力大礼包 可以下载芒果TVAPP 在与疯狂打底和报名 同时还可以赢取我们的 节目目票